欢迎回来 这里是2019年一级建造师 项目管理的考点金奖班课堂 我们正在讲解的是教材第二章 现在进入的是第二章第五节的内容 成本分析和成本考核 其中我们要讲的考点 主要集中在这样几个部分 一个是成本分析的依据内容和步骤 第二个是成本分析的方法 第三个是成本考核的依据和方法 先看第一个考点 成本分析的依据内容和步骤 这也是比较高频的考点 16和17连着两年出现在整体试卷上 第一成本分析的依据 那我们说成本分析它位于什么位置 五大任务的话 计划控制核算到分析 然后再到什么 再到这个考核 所以成本分析的依据 有成本计划 成本核算资料 包括什么 包括我们的三大核算 哪三大核算 会计核算 统计核算 业务核算 所以成本分析的主要依据 是会计核算 业务核算和统计核算 所提供的资料 那么我们来看看 会计核算 主要是价值核算 它有一些特点 这个在工程经济这门课里面 大家也会学到 连续性 系统性 综合性 等特点 我们重点强调的是 业务核算 它的范围广 这个广是比会计核算广 比统计核算广 它可以对 已经发生的 已经干完的 尚未发生的 还没干的 正在发生的 正在做的 都可以进行核算 当然它的目的 在于迅速取得资料 提出预防改进 措施 保证成本目标得益实现 但是这个 业务核算还有一点 它可以进行 单项经济活动的核算 大家一定要注意 单项核算 好 统计核算 我们说它的尺度比较快 也可以不同形式 有时候可以用货币 有时候可以用收量 有时候可以用劳动量 来进行计量 那统计核算的目的是 预测发展趋势 那么这三个核算中间 我们重点去理解 这个字 广 广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个是 已经发生的 尚未发生的 正在发生的 都能算 那么 请大家注意 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 这两个都是什么 已经发生的 只能算已经发生的 尚未发生和正在发生的 都不能算 会计核算和统计核算 只能针对 已经发生的 另外一个呢 业务核算呢 它还能够算单项 这个也是其他核算 所不具备的 好 第二个标题 成本分析的内容 这个标题实际上 更多的还是一个字 靠背出来 时间基点 成本分析 工作任务 分解单元 成本分析 组织单元 成本分析 单项指标 成本分析 综合项目 成本分析 那么 唯一有一些 对比性的 就是四和五呢 一个是单项 一个是综合 这个就有连带的提示作用 如果有 你看到一个 或者你写出一个 那你就能够挤压膏 挤出另一个 能够想到另一个 比如说 你写出单项指标 综合成本分析 你就会想到 有单项 还有综合 综合项目成本分析 那么上面二三呢 你会从单元 这个词 入手 有分解单元 也有组织单元 好 这样的话 慢慢的 一共五个嘛 慢慢凑 凑到一块 所以最后记住 第一个时间节点 时间节点 这样的话呢 这道题 做多选题的话 你就选出来了 这种是 只有这样学 因为考试的特点 放在那里 好 接下来去 成本分析的步骤 那么选择方法 收集信息 数据处理 分析原因 确定结果 就四个字 四个字这样来 选择方法 方法先选 完了以后 要收集 要分析嘛 要有数据嘛 先把信息收集过来 收集过来 数据要处理一下 那么最重要的是 最后两步 要分析成本形成的原因 分析原因 确定成本的结果 原因到结果 这个是有逻辑性的 收集信息到数据处理 这也是有逻辑性的 所以同学们一组一组的来记 可能更容易记住这个排序的 因为这个题本身将来肯定是考什么 排序题 排序题的话呢 你把相互之间的这个选项 它的内在关系稍微看一看 你比如说你没有收集信息 你怎么进行数据处理啊 你肯定是收集了信息 才会数据处理 所以这两个之间的关系 甭管它在题目里面是怎么 花式花样摆 但是你至少这两个 你永远有一个先后 收集信息 数据处理有个先后 那么从原因到结果 那你肯定也是先因后果 先因后果 先因后果 对吧 你记住先因后果 那么最后第一个选择方法 方法要选到位 所以第一步 成本分析的时候 第一步要把分析方法选到位 慢慢慢慢这个排序题 你就逐步逐步在你脑子里 就建立起框架来了 五个步骤 选择方法 收集信息 数据处理 分析原因 确定结果 好 我们来看立体巩固 关于成本分析 依据的说法 准确的是 A 统计核算可以用货币来 计算 统计核算 是不是可以用货币来计算 统计核算有很多种表现 货币工程量 食物量都可以 那么业务核算主要是 会计核算的 这个价值核算吗 错了 业务核算主要是 针对我们说 现在的这个 正在进行的 以及这个将来可能进行的 以及已经做完的 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他没有说是价值核算 而价值核算的话 一般指的是什么 是会计核算 对吧 好 统计核算的计量尺度 比会计核算窄 窄错了 应该是宽 应该是宽 统计核算比较宽 计算的尺度比较宽 对上位发生的 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这个只有业务核算 只有业务核算 可以这样做 所以会计和统计核算 一般是对 已经发生的 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而业务核算 不单可以核算 已经完成的 还可以对上位发生的 或正在发生的经济活动进行核算 这是所谓业务核算 它那个广字体现在什么地方 所以答案应该是选A 统计核算可以是货币表达的 也可以是工程量 是货币表达的 好 下列个项属于成本分析的内容 那么这个就是要靠你熟悉和记忆了 时间节点我们看到有 分解单元我们看到有 组织单元我们看到有 综合项目我们看到有 综合项目我们看到有 我们看到有 这样的话就是一单位的位置出了问题 不是单位而是什么 单项 所以这道题的答案是ABCD 而这道题实际上无可奈何的 更多的还是你的熟悉 时间节点 分解单元 组织单元 这两个是对比性 然后单项综合 这两个是对比性 这样来记 ABCD这道题的答案 好我们进入到成本分析方法这个考点 这个考点是年年有题 先讲成本分析的基本方法 名称先过一遍 有时候很巧的一个题目 那就是把大标题带着小标题走一遍 比较法 因素分析法 差额计算法 比率法 是让他列举了四种主要方法 首先是比较法 比较法称为叫什么呢 指标对比分析法 那么有几种对比呢 那看好 这几个标题一定要认真地看下来 实际和目标比 本期实际和上期实际比 与本行业平均先进比 这三个比你首先要记住 实际的和目标的比 那么当然他是看什么 看这四个字 目标完成 通过这个比就知道目标完成了没有 本期和上期比 那么实际上是看出你的水平有没有提高 实际上提高的反映是什么 是减少降低 通过这个对比可以看出你是进步了 是提高了 还是落后了 降低了 好 以本行业平均水平 先进水平比呢 主要强调一个词 差距 找差距 所以这三个比都是各有目的的 好 因素分析法 我们知道他的小名叫连环置换法 其实讲计算题的时候 大家能体会到 他连环的换参数 先换产量参数 再换单价参数 最后换损耗率参数 这个损失率参数 那么我们说这个连环置换法 连环这两个字很形象 他用来分析各种因素 对成本的影响程度 这里面特别要强调一个 因素分析法里面 非常看重的规则 就是先食物量后价值量 产量排在前面 单价排在后面 产量单价都是绝对值 绝对值排在前面 相对值损耗率 放在后面 比率的东西放在后面 绝对值的东西放在前面 好 这是一道例题 同学们看到 这道例题的话呢 将来考试的时候呢 请注意 这个没有 这个也没有 只留下了什么 只留下了这六个数据 有情提醒同学 拿到这个题目 不要很得意 因为你肯定会做 经过学习你肯定会做 不要很得意 一定要先看一下 是不是产量单价损耗力 也就是说 一定把规则给他套一套 先量后价 先绝对后相对 如果符合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开始进行计算了 这个地方实际上呢 是三个产量 产量 单价 损耗率 那么大家记住 三个产量的话呢 要写四行 在抄稿纸上 要写四行 做的是四行 第一行是什么呢 写目标值 目标值呢 应该是产量乘单价 乘上一加损耗率 那么我们写出来呢 他就跟着写 600乘 710 乘 1.04 600是数量 700亿 是价格 1.04 这个1 代表是原始的 0.04 是4%的损耗 1加上4%的损耗 就是实际发生的 所以 这个参数 算下来 应该是个目标值 目标成本 是吧 我们叫他一号位 给他一个圈一 圈一 好 什么叫 因素分析法呢 连环 之换呢 那接下来 第二步 就是把这个600换掉 换成什么呢 换成630 换成630 可是呢 后面两个没动 700亿 1.04 1.04没动 那你说明一下 划个短划 我换 这一步换的是600 换成630 换的是量 换的是量 实际上的中文写的话呢 就是我换量了 换量了 对吧 好 然后呢 在这个基础上 继续换 630 保持不动 那么 把710 改掉 710 诶 平常看到 可以换成730 可以换成730 啊 730 后面那个1.04 没动 所以第二步 我们换的是 这个730 换的是架 那么你这里可以写一写 换架 啊 一定要有这样一个 踏踏实实的一个思维过程 一定要 而且要动手 亲自动手 做一遍 将来考试的时候 这种题难不倒你 第三步 好 连环置换 一直换到 参数换完 那么 630 乘 730 最后一个 换成 1.03 诶 又换 对吧 这个叫换什么 换率 换率 那么这是第四步 其实 这第四步 我们又给他一个认识 所有的都换了 那是不是就是 实际的成本 所以 4的话 又代表了 实际 4的话 又代表了实际 所以 根据这张表 我们写出 四行设置 从目标 到换量 到换价 到换率 换率等于就是 三个换到底了 那就是实际的 重要的 重要的是在这个地方 二减一 就是第二个设置 减第一个设置 意味着什么 三减二 第三个设置 减去第二个设置 意味着什么 四减三 第四个设置 减去第三个设置 意味着什么 还有一个 很突然的 四减一 它意味着什么 我们看着 这个四行设置 二减一 代表的是什么 换了数量以后 换了产量以后 这个成本 发生了什么变化 两个差值 就代表 发生了什么变化 三减二 换了价格以后 换了价格以后 成本发生了什么变化 这个差值是多少 四减三 换了比例以后 换了这个损耗率以后 我们现在这个损耗率 实际上是 从4%降为3% 因此这样一换以后 实际上 四减三应该换出来什么 这个结果应该是 成本应该是降低了 对吧 而二减一 因为你是增加了量 所以你的成本应该是增加的 三减二 因为你是涨价了 所以你的这个成本 应该是增加的 而四减三 因为你的损耗率是降低 所以呢 你的成本是应该是降低的 不是四减一是什么 就相当于实际成本 减去目标成本 是这样一个解题方法 同学们一定要自己慢慢训练 好 所以大家看 评上已经跟你讲了 写出来的数字 六百成七百一成一点零四 这就是我们的圈一 六百三成七百一成一点零四 那么实际上呢 是我们的圈二 六百三成七百三成一点零四 实际上是我们的圈三 六百三成七百三成一点零三 实际上是我们的圈四 圈一是目标值最原始的 圈二大家看蓝颜色换了一个量 圈三是在换量基础上又换一个价 连环嘛 圈四是在换量换价基础上再换一个率 然后我们把第一次替代于目标数 也就是圈二与圈一相减 产量增加使成本增加 这是一个定性解乱 具体数字自己算 好 第二次替代与第一次替代的差额 实际上就是三减二 他表示单价提高使成本增加 好 第三次替代与第二次替代 那么就是四减三 那么损耗率下降 使成本减少 前两个都是增加成本 这是减少 大家注意看 如果真正计算的时候 他出来的值倒是一个负值 好 那么 各因素 影响程度之和 就是把这个二减一 三减二 四减三 加在一块 得到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实际成本 与目标成本的总差额 就是四减一 四减一 好 我们一定要掌握这样的方法 在考试的时候 迅速快捷去解题 好 接下来 差额计算法 那么实际上我在面试课的时候 一直是用一句话跟同学讲 我们不要用差额计算法 我们坚持用 因素分析法 所谓的差额 实际上你看得出来 产量上有个差额 从六百到六百三 单价上有个差额 从七百一到七百三 而损耗率有个差额 从百分之四下降到百分之一 增加 差额增加就是加 差额减小就是减 对吧 好 那么怎么来分析 差额法怎么来分析的呢 它是这样分析的 你看 价格和损耗率 一加损耗率没有动 但是什么 这个是差额吧 这是什么差额 这是量的差额 由于量的差额增加 导致了成本增加 然后再看这里 由于量已经换成六百三了 由于价的差额 价是七百三对七百一 绿也没有动 绿也没有动 它还是强调这个次序的 那么由于单价提高 对成本造成的也是成本提高 然后在量价都变了基础上 那么你的绿的差额 你看你的绿的价额是减少的 所以你的成本实际上也是减少的 那么这种方法呢 我是不提倡用这样的方法去解的 但是呢 同学们可以得到结果 同样可以得到结果 用什么呢 用我们前面介绍的因素分析法 何必再记一个方法呢 这个地方实际上它又有 又有很强的这种 这个解体意识 就是说你第一个在换的时候 后两个还是原始的 你第二在换的时候 第一个已经换掉了 对吧 但是第三个没有换 你第三个在换的时候 实际上前两个都换掉了 你要一步紧跟一步 一步紧跟一步 你要能够跟得上 你才用差额法 如果你跟不上 还是老老实实的用因素分析法 好 下面看比率法 比率法有相关比率法 我们用来考察 经营成果的好坏 比如说有一个笔值 产值和工资 大家知道产值和工资 老板最希望是给你一块钱工资 你给他干一万块钱产值 这个数字越高越好 所以它是跟经营成果有关系的 第二构成比率法 同学们一定要把这个文字的东西 要记熟 考察的是成本总量构成 和各成本项占总成本比重 其实它书上还有一句话 请同学们注意 我这里点点点 点点点 就是意味着高速投资 书上还有一句话 它的目标成本 预算成本 实际成本 其中预算成本 实际成本 还有目标成本 这个三个成本 之间相互的关系 以及成本的降低 之间的关系 都是用构成比率法 来表达的 当然我们在15年的时候 还考过一道 书上一张表 一大张表 让你去看 说出来 在这张表上 让你说出来 哪些是成本降的好 哪些是成本真的多 哪些是自己管自己管的好 哪些是这个节约效益好 这种立体呢 大家在做真题的时候 可以去体会一下 实际上体会的就是 成本总量构成 各成本项占总成本的比重 以及预算目标实际成本 与成本降低之间的 这种相互之间的关系 从构成比率法中间 得到印证 好 动态比率法 动态比率法是同类指标 不同时期数字进行对比 求出比例 那么有两种 一种是什么 G7指数 一种是环比指数 G7指数 就是每一期 都是跟一个固定的 很早期的一期 去进行对比 而环比指数 每一期都是跟他上一期 去进行对比 所以这个同样是一个处法 不一样 比如说我们有 12344期 那么 第一期是一个固定值 是一个最早最早的G7 那么我们的第二期比上第一期 第三期比上第一期 第四期比上第一期 都是指他们的G7指数 但是2比1 3比2 4比3 这样的比法 那就是他们的环比指数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要提防今年 要提防今年 凑小计算体 其实不难 就是这样 你要不要比错了 再强调一遍 G7是和一个固定的值 很早的固定的值 那么我们现在发生的各期 拿各期的数字去跟他比 那环比 是拿各期的数据 跟他的上业期去比 这叫环比 好 我们来看 一般已经考了一道题目 实际上是比较法 用比率 他说就是班主甲 班主乙 班主饼 班主钉 四个班主 工程量告诉你 人数告诉你 然后最后花的人工费 告诉你 那当然我们希望 单位产量 单位人数 在占领单位产量 情况下 个人的人工费 这个指标越低越好 越低越好 就是给出去的钱 给的越少越好了 那么这里呢 就用除法 15000 就是收 15万 去除上什么呢 5400 再除上50 那就算到每个人身上 人均 这个 花费 人均花费 在人均上的 花费 然后根据这个 那么班主甲 班主乙 班主饼 班主顶 都可以算 所以我们最后呢 是15万 除上50 除上5400 126000 除上45 除上5000 147000 除上42 除上4800 129000 除上43 除上52 最后得到四个系数 这四个系数里面 我们取什么 取最少的那个值 最小的那个值 说明什么 能均支出什么 最少 那么实际上就是 效益最好了 支出最少嘛 相对来说就是 效益最好 所以最后这个答案呢 算出来 应该是假 方案去假 这是一道 纯粹的数学题 可是有的同学 在做的时候呢 就一下子愣住了 它还是一个 数学应用有问题 他对这个 能均效益最好的 这个理解 实际上就是 每个人 在每个人头上 花的能工费 越少 实际上就是在 能的头上的 这个效益最好 是这么一个 简单的转化 简单转化以后呢 我们就可以把 一个班主的人工费 去除上这个班主的人数 然后再 这算到什么 每单位的 每单位的产量上 因为你 15万出50 是讲一个人 那么 然后呢 还要出5400 那么就是 讲到 一平方 讲到一平方 就是 一个单位工程量 情况下 考察的是 一个单位工程量 情况下 这个 能工工资的 这个支出水平 那么当然是 最少最好 所以答案是 A 好 第二题 下列 建设工程项目 施工成本分析方法中 属于分析各种因素 对成本影响因素 的程度的 那么当然是 因素分析法 因素分析法 还有个小名 叫什么呢 叫连环支换法 答案是D 好 再看一道题 某施工项目 某月的成本数据 如下表 叫你用 差额法 来算 预算成本增加 对成本的影响 我们先看 两个参数的名字 叫什么 一个叫预算成本 一个叫成本降低率 那么他问的是 预算成本增加 对成本的影响 实际上是 这个里面的 两个参数中间的 第一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那么我们 不要什么 差额法 我提醒大家 一定要学会用什么 学会用这个 因素分析法 我写啊 因素分析法 我写啊 比如说 第一项我写什么 计划下面 我写什么 600 乘什么 乘4% 那有些同学 就有疑问了 说你刚才 是1.04 为什么这里是4% 看清楚啊 这是降低率啊 那是损耗率啊 我现在算的是一个降低的 一个费用啊 600乘4% 这是目标 第一个选 第一项 对不对 然后我们看 第一个 第一项啊 是目标值 然后我们把 第一个参数 给他换掉 600换成什么 六百四 这不是换掉了吗 但是 百分之四 没有换 所以这是我们的第二项 第二项 对吧 然后我们再连环置换 我们把 六百四换好了以后 把这个百分之四 换成什么 百分之什么 五 对吧 百分之五 对看 实际上 三个 设置 因为是两个参数 是三个设置 如果我们前面讲 运输分析法 是三个参数 写的是四个设置 那么 请问 一号代表什么 代表目标值 三号代表什么 代表实际值 而二号代表什么 二号代表就是 把预算成本 换掉了 这里讲 看着这个 表格 把这个预算成本 换掉了 把这个参数 你只当是 第一个参数 咱们可以这样说 第一个参数 第二个参数 那么二号就是把 第一个参数换掉了 三号就是把 第二个参数换掉了 他现在问你的是 第一个参数换掉 有什么问题 那么实际上 答案就是 二 减 一 答案就是二减一 二减一的话呢 那就看 百分之四提出来 六百四 减去六百 不是四十吗 四十再乘 百分之四 百分之一百六 是不是 一点六啊 所以答案就是 D 答案就是 D 那么如果用 参数做的话呢 那就是一定要 记住 你因为是 第一个参数换 所以 第一个参数换 写在前面 第一个参数换 六百四 减六百 第二个参数没动 不能动 没动 还是原来的计划 所以是一点六 那么我讲的方法 是用什么 是用 因素分析法做 他这个是用 差额法的理论来做 实际上最后 结果是一样的 我还是坚持 同学们 不要管他什么 差额法不差额法 你做下来这个结果 你选D 选对了 这道题目选对了 D 谁知道你是用 因素分析法做 还是用差额法做的呢 其实这个题目 因素分析法做的话 也不够写三行设置 而且很明确 你问的是 第一个参数增加 那么我第一个参数 它发生在什么 它调整发生在 第二个设置上 圈二这个设置上 圈二减圈一 如果你问我 成本降低率的变化 对成本的影响 那么我倒反而要 三减二了 对不对 好 这种题目呢 希望大家要灵活的掌握 谢谢大家